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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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困難喔 我覺得就是 你需要一些小巧思 然後大部分都必須使用到輔助魂心 大家就可以接著來看下去 我覺得這次的關卡設計是比較有趣的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先跳過了 比起羅傑的故事的羅傑很man 通常不太會講什麼話 或是酷兒在那邊汪汪叫 貓眼的聲音很舒服 而且還會講蠻多話的 下一個故事 夜入險地 把庫爾趕走之後 我們馬上就遇到魔物囉 這也是這一個故事的第一場戰鬥 這故事總共有兩場戰鬥 魂心跟血量都是會繼承的 所以如果可以在第一場戰鬥裡面做好 純魂心跟保護自己的血量動作會比較好打 黃魂心跟白魂心都是50%的機率 讓對面全體角色行動冷卻時間加1 那不管是一白魂一黃魂 二黃魂二白魂四黃魂四白魂 效果都是一樣的 OK 那這邊的話我們打的方式是有點錯誤 基本上就是先標記完以後 然後再不斷的讓行動冷卻時間來增加1 我們就可以爆打阿民 不要想說要用四黑魂來加標記喔 因為這個貓眼還沒有進階阿 下一場戰鬥會有庫爾的加入 所以就算血量很低 但只要不要一下就死掉程度 就還算可以接受 那我們就先跳過這個戰鬥了 這邊庫爾回來救駕一波 那我們這邊碰到了一個新的魔物 對 是兩個新的魔物 那這個第一個的話是有點麻煩的 因為它會讓攻擊我們的怪物都獲得2成的減傷 那這樣子的話是不太好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收掉 之後我們再來回血 那黃魂的部分跟剛剛的效果是一樣的喔 就是可以有50%的機率讓對方造成行動冷卻時間加1 這邊有庫爾反而關卡的壓力就沒有那麼大了 我們就稍微標記到以後 然後想要怎麼打就怎麼打 只要在庫爾有200魂的狀態下 我們都是不太容易死掉的 只要特別注意這個長得像三角形的方形魔物β 那他CD是5 那可以超過一次庫爾的補血量 所以至少要補兩次才可以回來 這點要注意 基本上就可以通過這個關卡 這邊就先來跳過一下囉 後輩的步驟 前輩的表現 後輩的表現 後輩的文字 有什麼意思 後輩的表現 後輩的表現 左燃 後輩的表現 後輩的表現 十分康ured 保護自己喜歡的人有錯嗎? 熊草覺是沒有啦,相信大家都會去保護自己喜歡的人吧 不過沒有想到咬傷羅傑居然是那個超大的三角形 不過那種東西到底要怎麼咬傷人也是蠻好奇的 那下一個任務 脆不及防 八山 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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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你 在庫爾的故事中我們就有看到這一段 平常有庫爾磅生的貓眼為什麼會突然被抓起來呢 就是因為庫爾去踩花了 這邊他們非常可怕會反擊 所以基本上我們就先標記到那個想打的之後 我們就一直用二黑魂來追打他 那在這個期間我們可以在快要被很多人攻擊的時候 使用強化跟減傷這個效果 黃魂心跟白魂心就是我們所謂的強化減傷 那他可以賦予落單場上的角色相對於魂心術的強化與減傷 也就是兩魂心就是2強化2減傷 一魂心就是1強化1減傷 四魂心就是3強化3減傷 那同時會移除同樣數量的魂心術 也就是說你用二白魂的話會消掉二白魂 二黃魂會消掉二黃魂 那他們非常的疼喔 所以我們必須一定要用上二層減傷會比較好 不然我們可能會撐不到最後 我們直接跳過戰鬥的過程來看最後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了 OK到了最後就看到我們血量已經非常非常非常不夠了 那當然期間是因為我們的強化減傷給的黃魂心和白魂心不夠以外 我們用四黑魂射對手也是一個免重的問題 那最後的話我們就必須用強化減傷然後再用四黑魂一起收掉 不然那個反擊的量是我們撐不下去的 負貝受敵的貓眼就成功被俘虜了 可以從故事知道原來那個叛亂並不是在對的時間發起的 只是貓眼先手發現了他們 那傑夫為什麼會被打飛呢 我們不知道傑夫好可憐沒有戲份 那接著來看下一個故事烈火焚身 呃 啊 啊 啊 呃 這邊庫爾發瘋了 然後跟貓眼打了一架 這也是為什麼羅傑衝出來就說 庫爾你為什麼要傷害貓眼 你瘋了嗎 那真的是瘋了 完全瘋的那種 那庫爾他的攻擊模式很單純 就是會先咬你一下 那下一招就是會放一個傷害非常高的 他的400魂傷害 一個噴射火焰 非常的帥 這個關卡的重點就是在他使用噴射火焰的時候 他必須身上有帶兩層弱化 這邊可以看到我們的白魂跟黃魂都是弱化效果 那只要讓他在噴火的時候有兩層弱化 我們就有機會可以撐到最後 當然如果你斷白魂或斷黃魂的話 你當然是不能撐到最後 咬咬是不需要弱化 只有噴射火焰需要弱化 就是這一關的重點 那最後一個重點的話 就是他血量低落的時候 會進入一個CDE 然後瘋狂噴射火焰的模式 這個時候你要讓他一直維持著兩層弱化 那等到最後再用2黑魂收掉就可以了 因為基本上官方的設定是 設定人把血量控的剛剛好 不會讓你死掉的程度 只要你中間沒有斷白魂斷黃魂的話 當然不要忘記標記囉 不然你就會剛好發現傷害不夠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跳過這個戰鬥囉 嗯 於是庫爾就為罪潛逃了 四處環繞一下發現 啊我闖大禍啦趕快逃啊 跟小朋友怎麼樣 完全就是小朋友 那我們接著就來看一下貓眼的下一故事 消散的心意 嗯 嗯 くそ 吳妞 嗯 嗯 嗯 哼 喊 哼 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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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下兄弟 嗯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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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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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故事發生在羅傑倒數一二個故事裡面喔 那可以看到我們是個軟妹子 所以這個故事交給羅傑打就可以了 我們就 來看一下最後的故事 守望晴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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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小段的發展就可以判斷出羅傑對奧斯塔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 奧斯塔其實並沒有行要真正的治癒他 而是要把他當作一個實驗材料 那在這個戰鬥中奧斯塔的攻擊非常的痛 所以一樣是要讓他維持在兩層弱化的效果裡面 這樣他打我們的時候不會很痛 然後他補血自己的時候也不會補這麼多 我們打他勝算會再多一點 那一樣要注意一點就是要記得標記 這邊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 為什麼貓眼的敵人都感覺比貓眼強呢 你看我們都必須用上各種手段才可以打野嘛 像你打暗月關卡的時候甚至有一關是 你隨便丟這些人就死亡了 這有可能就是官方設定貓眼幣不是一個非常非常強的辦事喔 那等到他半血之後就會對我們用一個非常高額的攻擊 但是取消了他自己對自己的補血 而且CD也來到了3 也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撐不住的話 也是可以讓他減傷三層讓那個傷害變得只有一點點 可以看到我們減傷他兩層的話 他打我們也是有1749 非常高額的傷害啊 我們這邊就要來收掉他了 直接再給他一個四黑魂 蹦嘎 他就倒下了 我真的要爭取太龍 他就倒下了 好久速 我這一次希望會讓你一直察近 他將他來收到高額的 會讓你驚訶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